又到了我们的开心时光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勤问千党》 我是赖月谦 夏日炎炎 我的领导也很热 周玉琴小姐 好 大家很热吗 我是玉琴 大家早安 星期六我们又见面了 这是一个很开心的时光 而且是我们很重视的时光 因为我们一个礼拜 就在空中相会一次 是我们两个同时同框 对 这很难 另外还有一次啦 但是是在我们公司 那是在中天 但是我们自己的频道 是我们唯一的一次 一个礼拜就这么一次 对 而且很多人都讲说 为什么玉琴在自己家里面 跟在中天直播的时候 就是不太一样 在家里嘛 就是我们就先画家常 然后有时候 我们比较像我们的生活 有时候聊聊天 有时候谈谈 国内外的一些大事 对 我跟你们说 刚才一早醒来的时候 这个赖老师就说 他没有睡爆 对 然后我就心里面就在想说活该 为什么活该 因为谁让你要追剧看到那么晚 哦 没有办法 不看ending 实在是 而且他会破梗 我就怕他破梗 我没有啦 他就说结尾 我说结局很 他说结局也很开放式哦 对 那就等于是 有点看不懂到底什么意思 他偷看过了 那我没看 所以我就在想 然后他如果给我破梗的话 就不好看了 对啊 但我没有破梗啊 我只是说那个结局 我有先看 然后我就说这个 看起来有点看不太懂 对不知道是喜剧还是悲剧 你们应该不知道 我在讲哪一出 如果猜得出来的话 你在线上留言 我们来看看 中国最有种的男人说 赖老师和习总书记 同款发型 有吗 是哦 而且呢 我们有时候 都会打同款领带 很有趣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真的 我们的领带偏好 也有点像 但是他是中国国家领导 我是小人物 对 但是发型 我觉得这次剪的也挺好的 还有这个好几个朋友 一剪了以后就发现 然后还会在那个聊天室里面 都会说好看 对对对 给你称赞这样 这样谢谢 然后他也说 那秦姐不担心吗 他不用担心 对 担心什么 对 有什么好担心 不过就是发型好看吗 哈哈哈哈 他昨天还笑我说 以前我很妥 没有啦 没有没有没有 好 谢谢大家 在今天呢 这个欢迎大家在线上 先跟我们来留言哦 然后呢 也欢迎大家 一定要记得来按个赞 谢谢黑人旺 我看到您的抖内 谢谢 先感谢你 还说大家早 好 最近中国对台越来越强硬 赖清德会收敛吗 看美国了 是啊 赖清德的所有的做法都是 奉美国的指示 是 他自己想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可是问题是他还把人家这个 AIT的那个新任的处长的那个声明里面提到的一钟 他把它拿掉耶 但是他 但是他还是乖乖乖的听美国人的话 哦 是 那个上次那个谁啊 那个美国的议员来到台湾 要我们台湾买那个二十几架那个波音的 然后那个蔡英文一把人家消音了 哦 对了 但是大家都听到了 然后果然还是买了 本来本来那个家航空公司据说 他是要买空中巴士 而且早就已经订案了 董事会只能开完会了 然后结果呢 最后还是改波音嘛 那我问你哦 那你觉得这个 赖清德还是会乖乖听话的 所以像赖清德这种他们把那个是 哎 人家是AIT处长 哎 民进党都是把美国的话 好像当圣旨一样 那他把那个一中拿掉的话 你觉得他会不会要先经过这个 美方的同意啊 不会啦 不会啊 不至于 就好像说他们把那个 美国国会议员的那个 效应拿掉 但是还是执行啊 是啊 是啊 就是说 他效应 所以他们也不会在乎这个 对 他效应 可是他还是乖乖的做啊 同样的道理就是 这个AIT的处长就告诉你说 哎 我是老大 一中原则板在这里 台独不要玩得太过分了 我没有同意你 你就给我闭嘴 我可以同意你 你就玩大一点 但我说小 你就要玩小 我说大 你就玩大 你完全要听从我的指示 要听美国人的话 美国人的话不可以怀疑 这是赖静德的名言咯 美国人的话不可以 不可以美 不可以以美哦 好 来 谢谢赵玲啊 给我们斗内啊 还有大家早安 暗赞上课了 然后也谢谢易龙 也写到大家早安 情谦夫妇早安 也谢谢易龙 感谢您的支持 还有一位 这个刚才这个赖老师 不会念您的名字 因为呢这个刚才你非常早 就给我们的斗内 赖老师现在会念了吗 对 阿拉瓦阿拉瓦 那是法文发音的方式 我们叫做阿拉瓦阿拉瓦 每个音都要发出来 不错不错不错 至少我不晓得法文是怎么发音 谢谢Alva 应该是Alva 是 美式的发音是这样 不过呢 姓Chan 所以把名字放了两次 Alva Alva Chan 谢谢您的赖老师 也看到了 不知道是不是香港的朋友 可能是来自于香港 因为他写的HK 所以我在想是有可能 好 还有一位朋友 Tin Y. Leong 谢谢您的赖老师 支持也看见了 可能是新加坡的朋友是吗 非常的感谢 邢克说你的脸缘好多 一定是昨天喝水喝太多了 好吧 我下次要注意一下 很热了 那我们言归正传 赖老师今天我们要先注意一下 一个最新的消息 是美俄的两国防长 他们通话了 有人讲说怎么这么快 上次好像是六月才通过的话 怎么现在呢 这个七月还没过完 就又通话了一次 那么根据报导是说 跟德国这个可能会被部署 这个长城飞弹 也就是战俘飞弹有关 所以现在呢 美国跟俄国的防长 就在这个北约峰会 一开完之后 马上就来个通话 要看俄国人会不会 又被美国人骗了 因为俄国人已经被美国人 骗了很多次 那这次要看俄国人 会不会又被美国人骗 为什么 因为德国这次的防长 跟美国的防长讨论完了以后 他们就决定说 要在欧洲 要布长城的导弹 各位观众朋友 您知道我们有 导弹有分为短程中程长程 那短程的通常是指的是 它的有效射程五百公里内 中程的就是五百公里到五千公里 这一段我们叫做中程的弹道导弹 五千公里以上的 一般就叫做远程的长程 或叫做洲际的弹道导弹 那当然有人还在分说五千到八千 就是远程的弹道导弹 八千以后就是洲际的 分成四等分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分 基本上来讲 中程的弹道导弹指的就是五千公里以内 那美国已经在二零一九年的时候 就把本来跟俄罗斯签订的禁止 发展中程的弹道导弹撕毁了 把它撕掉了 所以美国已经在发展中程的弹道导弹 现在是德国说要美国把远程的弹道导弹 装进来 而德国要参与跟美国一起的 有关于提升它的速度 提升它的效率 提升它的精准度 有效打击的力道 那在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我们都知道远程的弹道导弹 一定是装核弹头 它绝对不会装常规弹头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它的造价太贵了 造价这么贵 装一个常规弹头的意义不大 所以一定会装核弹头 观众朋友 您知道 如果在德国或在欧洲 装长城的核弹头 等于是对于俄罗斯的全境 是全覆盖了 俄罗斯怎么可以容忍呢 所以俄罗斯也一定会用 这个导弹来反制 那因此它会把导弹 往欧洲的方向再往前挪 例如说有些部署在白俄罗斯 有些就在往欧洲的 例如说在边界上就开始挪 移动了 这样的情形的话 就等于是完全覆盖 可以用中程的跟远程的导弹 完全覆盖整个欧洲大陆 而且都是核弹 那不是等于是美国 俄罗斯 就是欧盟跟这个俄罗斯 要全面性打核弹的可能性就高了 这个时候奥斯顶就来打电话了 哎呀我们这个只是科学技术性的研究了 不会对你欧洲的安全 不会对你俄罗斯的安全 构成威胁了 这美国会相信吗 俄国会相信吗 你有一点像拜登呢 怎么办 好了 我们现在都被拜登毁摇了 我也常常混在一起 传染病 传染病 因为蒋东就讲到另外一个 所以你觉得俄国态度会是什么 我觉得俄国的态度不会再上当了 因为俄国普丁已经上当了好几次 当时我讲真的 因为当时这个北约跟普丁保证说 我们绝对绝对不会扩张 我们不会往你的边界扩张 对 普丁相信了 是 欧姆也这么说 对 然后他们说 我们欢迎你普丁加入北约 所以那时候 欧巴马的时代 从克林顿时代 他就说他们有提议要让 普丁加入北约 然后就说这样的话 北约如果扩张 或是北约不扩张 那么都一样了嘛 因为北约俄罗斯已经是 普约的成员国 那既然都在一起的话 那所以他的扩张就合理了 所以普丁没有扩张 但是北约有扩张 对 但是他就邀请普丁加入 所以普丁等于就是说 你说普丁被骗了嘛 被骗了好几次了 那现在怎么会容易再被骗 对然后当时也说 欧盟不会扩张 然后美国就把普丁邀请加入G7了 所以成为G8不是吗 然后这样的情形下就把欧盟就扩张了 所以美国人他们的灌场用的方法就是骗你 然后等到2014年的时候就把普丁赶出那个G8 所以现在又回到G7 又回到G7了 你想想看我可以邀请你进来 我可以把你赶走 那所以现在其实这个通话的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刚刚我看到拉伊拉有留言 她说现在古巴的价值又提升了 对因为俄罗斯很明白的就是要在古巴 部署这个洲际的弹道导弹 甚至中程的弹道导弹 然后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在于 美国能不能再搞一次古巴危机 而且能不能有效因为我们都知道上一次的古巴危机是有效嘛 好就是说你如果不把你在古巴的这些导弹基地拆掉的话 我美国就给你打一场核大战 对那俄罗斯后来怕了 所以就把古巴的导弹全部都撤走嘛 那是第一次的挫败嘛 但是为什么美国那时候俄罗斯会怕 因为俄罗斯的核弹头的数量比美国少很多 美国多所以美国打得起这个核弹 那俄罗斯一想我打不起你打得起 所以俄罗斯妥协了 可是现在都是五千对五千 五千对五千俄罗斯不怕了 俄罗斯不怕了 他就在你古巴装的时候 然后你美国敢怎么样 你美国说我在那搞个古巴危机 俄罗斯都让我们来打看看 那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美国再玩不起一次古巴危机 这个时候奥斯汀都打电话了 说哎呀你古巴可不可以不要装 那我在德国就不装了 那我也不跟德国合作了 这就是什么买空卖空嘛 因为俄罗斯已经在加勒比海 在委内瑞拉古巴已经开始进行的军演了 而且核动力潜艇也已经过来了 对不对都已经进来了 其实是俄国动作越来越大了 所以美国会紧张 所以美国就跟德国玩这一手嘛 那就说那如果你把古巴的东西拆掉 那我跟德国就不合作了 不是就说买空卖空吗 所以他其实也并没有说真的一定要那么做 就美国没有一定要那么做 但是他用这个理由把俄国骗来 通个话通个话 然后希望俄国就点头答应 这个就是买空卖空嘛 那同样的道理也就是说 美国现在为了要把中国掉进来 把中国掉进来 因为美国一直要中国大陆不要发展核弹 不要发展中程弹道导弹 可是因为中国当时不用加入这个中程弹道导弹的 禁止施暴的合约是因为中程的弹道导弹 打不到美国本土 所以中国在这部分里面 它的发展就领先于美国跟俄罗斯 全世界最强大的 那美国现在要把中国拉进来 那他本来要俄罗斯给中国施加压力嘛 说这个要中国大陆不要再发展核弹了 那俄罗斯说那凭什么 我们这边不能够发展呢 那个中国大陆不能发展呢 你看我也跟拜登一样 没有 应该是我们的睡眠不够 因为俄罗斯的意思就是说 那凭什么中国不能发展 你五千枚中国才四五百枚 那你是大陆的十倍多 那俄罗斯就说那这样好了 如果你要我去劝说中国 那你必须要做几件事 第一个等到中国大陆赶上五千枚 那我们就可以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要不就是你砍掉 只剩下一千枚以下 那我也可以帮你谈 那美国人怎么可能呢 那这个时候美国人也一直给 中国大陆施加压力 可是一筹莫展的话 在菲律宾装导弹 就这样来的 这就是美国人买空卖空 在菲律宾装导弹就跟你谈判了 说我现在在菲律宾装成弹导弹了 那我们来谈判 谈判的话就是说你如果不发展中导 你不要再发展核弹头 我就把它拆掉 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上当呢 不上当的那怎么办呢 难怪我看大陆现在 还在强调这件事 对 还在强调这件事 人家不是都已经讲了说他要撤吗 菲律宾也说会撤的吗 结果后来大陆还在说你要撤 那我想说他已经讲了要撤 所以显然是中方还是不相信的 不相信了 所以难怪你真的 你第一时间你就说 你撤了再说 你显然就是不相信 不相信了 所以大陆现在也是不相信 第二个用这个来作为谈判的筹码 这个叫做麦扣麦扣 所以现在你看 这个现在你看 美国现在会说威胁俄罗斯 俄罗斯现在也不是没有方法来 反过来威胁美国 对不对 所以你想想看 那这个就是什么一来一往 同样的就是现在 你到我家来我也会到你家去 你看这个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现在不也是吗 那刚刚讲到中俄要联手了的话 现在不是就有联合的演习吗 在湛江那边的军港要演习 昨天不是就开始 是 这很重要 忽然吓一跳 怎么就在那边就说着说着 就马上来一个联合演习了 那这次的演习 赖老师你怎么看 为什么本来的中俄的联合巡航 我看基本上都是在日本的附近 现在在往南移了 为什么这代表什么 这是联合利剑 中俄的海空的联合演练 每一年都会举行 那过去在日本海比较多 那也就是说过去东北亚的局势 比较紧张 现在很明显的 美国带着日本 菲律宾 澳大利亚等这些国家 还有北约的国家在南海闹事 所以现在的火药库 已经在南海了 而且这次北约峰会 还在谈南海 还在支持菲律宾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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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等于是现在是美国带着 他的北约的盟友 那么在南海闹事 那中俄之间就把重兵 从日本海往南移动 就在湛江 湛江就在广东了 广东一出来的时候 那再往南下走 就到海南岛了嘛 而且也可以进入巴士海峡 封控巴士海峡 那么也可以在南海这个地方 形成巨大的威慈力 那这次的演习 分为上个科目了 我们看到了目前来讲是兵力集结 第一个科目就是兵力集结 所以俄国的战舰已经都到了 都已经进入了这个军港了 都已经停泊 俄国有三艘 大陆有四艘 四艘 有导弹驱逐舰 有导弹护卫舰 还有补给舰 补给舰就代表说 这次的演练的时间 也会演练海上补给的情况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这个海上补给的意思也就是说 未来在海上会比较长的时间 待的时间久 待的时间要久 所以会演练海上补给的问题 所以第一个是先兵力集结 好那就浩浩荡荡的 就双方两军的兵力就集结了 第二个就是在港口跟岸上 就是港岸在这个地方 开始进行联合的操演 联合操演里面包括 有软性的也有硬的 硬的是什么呢 硬的就是在这边港勤作业 然后联合作业就是说 那这场仗要怎么打 两军的指挥官就在 还有参谋人员就在这个基地里面 开始讨论那么未来海上 要怎么去作战的演练的歌舞 然后接着呢就开始有一些软性的 一些球类的比赛 还有比赛球 还有一些表演打太极拳啊这样子 有会有打太极拳的比赛这样 那有一些竞赛那就是软性的 那这个软性的竞赛完了以后呢 那就入海了 所有的集结的兵力 开始就进入了出沾江口 我看到不是有反潜 反潜反倒是不是 对因为他们在海上的 几个项目 海上的演练科目里面 第一个就是先增场 所以一定会有模拟假想敌 例如说美舰 所以要增场 然后再来就是反潜 还有反导反空 还有海上打击 所以会有这个舰载兵 还有就是航空直升机 就是舰载直升机 因为反潜嘛 用舰载直升机 但是它这个反潜的话 它其实不会是针对菲律宾啊 那一乡也知道一定是针对美国 或是日本 对或日本嘛 对 所以中国大陆会有潜舰在底下 做模拟的加想敌 然后看你的反潜能不能找得到 所以第一个会有测试 反潜的能力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防空 例如说你假设美军 用空中药来炸射 那你怎么去把它打掉 那如果它是发射导弹 你怎么去进行拦截 这个就是反导 防空 然后如果你在水面看到战舰 你怎么海上打击 这个是演练 这个实战的 但重点就是你看啊 它从日本已经到南海了 换句话说 给美国看 就是中俄的联手的力量 其实是已经在扩张了 它有好几个意义 第一个就是提醒越南不要卷入 因为越南跟俄罗斯的关系很深 然后越南跟中国的经济关系很深 可是越南过去跟俄罗斯的 军事关系很深 所以就等于是提醒越南不要卷入 那还需要去警告越南吗 要提醒它 因为美国一直在拉拢越南 然后再勾引越南 而且再欺骗越南 那就是说要越南不要上当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在警告菲律宾 说你不要以为有美国 日本等你可以仗势欺人 这是警告 第三个就是告诉你美国 北约你们来试试看 最后一个其实就是在 提醒北约跟美国 你们要挑拨中俄的关系 美国没有成功 无效的 因为中俄的军事的合作关系 是很紧密的 不是你们能够挑拨成功的 对 确实因为在这次的 北约峰会里面 你看就一直在说中国的不是 还说中国是什么 支持俄乌战争的一个什么 关键支持者 是的 所以那中国大陆 也无所谓 虽然还是要表态反对 可是在跟俄国方面的合作 却反而马上就再让你看一次 联合的演习 联合的军事行动 我想所以态度表明得 非常的清楚